一辆载着18名学生的大巴行驶在蜿蜒崎岖的公路上 原本清澈无比的山间突然浓雾四起 这时男孩透过玻璃看到了无比诡异的一面 只见远处有莫名红光闪烁随即又消失 大巴司机直觉不妙想要停车 可身后的女人却认为这只是简单的雾气而已 司机说即便是雾他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我 接着一脚刹车就停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还好是个老司机 接着轿车就从侧面开了过来 男人摇下车窗礼帽之前 然后便扬长而去 大巴司机本打算跟着前方车辆行驶 奈何对方拍得太快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于是他再次踩停了大巴 他决定立上三脚架等待萌雾散去再继续行驶 可是当他下车后 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尿了 只见前方巨大红光不断闪烁 并且还伴有类似鬼哭狼好般的声音 他撒鸭子就跑上了车 这时前方传来喇叭声 他们以为是刚才的轿车回来给他们开路 司机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启动大巴 可是车子刚走不到一分钟 车内的所有人都听见了那个诡异的声音 瞬间所有人都慌张无比 尤其是这个叫做戴瓦的女孩 他看着车窗中脸色惨白的自己 立马叫喊着让司机停车 奈何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怪圈空中 突然 司机见状一个击打动 大巴直接跌落伤 不知滚了多久 他们终于停了下来 而大巴车已经残破不堪 周围也已满目疮痍 原本相貌清诚的女孩小美 也已变成了这般模样 不过好在她活了下来 又是不知过了多久 救援队打了过来 在经历了七八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后 医生才把小美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可是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就连眼前的父母她都不认识 当然也包括她出车祸时发生的种种 医生说车祸造成了她的失忆 但不是永久性失忆 恢复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的情况 她选择坦然面证 可是她却对绑上的手腕产生了疑问 妈妈告诉她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她睡觉时乱动 小美不明所以 然而就在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阵鬼哭声却把她吵醒 她抬头一看 眼前竟挑拂着诡异的亮光 只见她慢慢地朝着临床飘去 突然一双黑手浮现 紧接着 她赶紧叫来了值班护士 而这时临床女孩却瞪了她一眼 随后她便被赶来的医生 带到了重症监护士 而她并不知道 这个女孩就是和她们一起出来旅游的同学 小花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 小美被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醒 而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男朋友小帅 她在车祸中失去了诱赌 小帅有遍而来 她告诉小美她是她的男朋友 接着拿出照片为证 她告诉小美 没人知道马丁在哪里 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其他三人仍在昏迷中 至于她的闺蜜戴瓦 小帅则选择闭口不谈 而其他人则全部遇难身亡 白天她出来透气时眼罩不慎掉落 她抬起头一看 发现眼前的世界是模糊的 是重影的 只见一个女人从座位上站起 朝她走过来 她为小美捡起眼罩 失业了的小美却说她认识眼前的女人 女人只是微微一笑接着转身离开 她问爸爸女人是不是她的同学 可奇怪的是 爸爸十分肯定地说她从没见过此人 晚上睡觉时 她发现枕头上湿漉漉黏乎乎 抬头一看 她的鼻子竟然流了一枕头的血 没过一会儿她就血如泉油 不过好在在医生的一系列止血操作下 终于拔血止重 然而就在他们走后的下一秒 房内灯光突然熄灭 紧接着墙角处就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鬼影 她一点点地朝着小美逼近 小美被吓得瞪大了眼睛 而鬼影也渐渐地展现出了她的面目